在我们对PS软件有了初步的认识之后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课程的一个安排 那么我们课程总课时的话 一共有10天的时间 那么在这10天时间中 我们除了会去学习一些基本操作之外 我们还会去学习这些东西 像抠图 我们可以把一个人抠出来 给他换一个其他的背景 从而形成一张新的照片 也可以把一些不太可能的场景变成可能 抠图它有很多工具 我们就会学习不同的工具 那么不同的工具 就会适用于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情景 而形状工具 它就是说我们可以绘制一些 比较高清的这种插画 我们在课程中 也准备了一些这种插画的练习 给大家进行操作 而文字工具的话 这是我们做海报作品 必备的一个工具 你就想想 我们平时生活中所看到的一些海报作品 里面是不是都有文字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会去学习 多种处理文字的操作 而调色工具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春天变成秋天 也可以把一张不太好看的图片 给它调整好看 当然里面有很多很多工具 这里面就先暂时不去说了 而图色样式工具 就相当于它是一种特效 它可以让我们的作品增添很多的光彩 比如说添加一些光效 或者说让这个按钮变得更加立体一点 滤镜的话 和图层样式差不多 也是相当于给我们的图像增添很多特殊效果 图像修复工具 就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对人像进行修复 比方说我们可以把人脸上的痘痘去掉 也可以做一些修图的操作 像去水印这些东西等等 都是可以进行操作的 当然我这里所写的只是一个概述 我们每天所学的东西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么大家在学习过程中一定要记住 每一天老师讲的东西要给他搞懂 搞不懂的话一定要主动去问老师 不要把今天的问题留到明天 这是一个正确的学习方法 还有在出现问题之后 最好自己先去琢磨一下 这样再去问老师 这样最后你所得到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就自己理解起来会更好一些 下面给大家看一些 我们在未来这几天所做的部分案例 那么在这个案例中 我们就会使用形状工具 教大家怎么去绘制这种小插画 包括里面各种造型 我们怎么对软件进行设置 就可以画出这个结果出来 同时我们也会去完成一些 合成类作品的制作 你看像这个 生活中肯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软件的方式 就能够实现这种方式 然后像这两张图 那么这两张图的话 是偏向于一些比较创意的这种造型 这里面是船制的一个logo的那种造型 我们可以把一个小海岛 用一些工具给它劈成一个这个造型 当然你也可以换成任意的造型 都是可以的 只要学会方法就行 而右侧的话呢 是我们使用PS所完成的一个立体文字 就是用PS去做出来的 那里面会有一些这种质感 到时候我们会去学习如何 对它进行一个这个相关的处理操作 好那么以上的话呢 就是关于啊 我这里把我们未来十天的课程 为大家做了一个这个简述啊 当然只是一个简述 我们后面每一天都会给大家讲的非常详细 好那么以上的话呢 就是关于课程的一个内容介绍部分 所以我们是先别人学家 Ana 下风 Snune 听吗 又是 我一定是 败的 提 Apple 远